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风不吹在地上 海上和树上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 大声喊着说 地与海并树木 你们不可伤害 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鹅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 第五节 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吕边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加德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亚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拿佛塔利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马纳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西缅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利未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以撒加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西布鲁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我们看第九节 此后我观看 借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站在宝座和众长老 并似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面福余地 敬拜神说阿门 颂赞荣耀智慧 感谢尊贵权柄大力 都归我们的神之道 永永远远阿门 我们看第十三节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呢 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对他说 我主你知道 他向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地在地中侍奉他 做宝座的要用帐墓 复辟他们 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 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擦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 好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啊 当我们独照这里的时候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那些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人 在你的面前 那些被选招的以色列人 在你的面前 你会 让我们日夜的来敬拜你 你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哈利路亚 祝福每个弟兄弟们 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圣灵的感动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好 感谢主 那今天牧师讲到这个题目呢 讲到了以色列 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 那我们看到当第六印 我们讲到第六印 那个太阳跟月亮都变了颜色 星辰也有三分之一不见了 那么世界的末日到来的时候 恶人在山洞里大声的说 神的愤怒的日子来了 谁能抵挡得住呢 那么马上当第七印打开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个大灾难 大患难就要来了 那就在这个时候 神给了以色列人时间 所以我们从第六章看到了六印 六印 等到第七章要揭开第七印 就是这个大的灾难要来之前 中间夹进了第七章 就在第八章一开始 就大的灾难来之前 这个神就有第七章 其中的第七章给我们 在第七章讲到了两种选民 一种就是以色列人 那么一种是外邦人 那么这个重点在讲以色列人 所以今天我也在重点 跟大家来分享以色列人 那么这以色列人呢 我们知道这个 在这整个的救恩历史上 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很多人不太了解 以为以色列人他们都不信耶稣 他们就不会得救 我们看到到第七印要开始之前 在第六印 神就告诉我们 神要把印印到那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的额上 和他从各国各民各族各方来的人的额上 是属于神的 所以当我们想到以色列 我们知道这几天最大的新闻 就在八月份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签订了和平协议 那这个和平协议呢 是在川普总统在白宫宣布的 这个和平协议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因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他们面临着又一场的战争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不仅歇兵了 以色列也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或者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签立了这个协议 这个和平协议 这个和平协议的名字很特别啊 比如说明你想一下 叫什么 叫亚伯拉罕协议 这就使我想到亚伯拉罕之约 对吧 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是神呼召的 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到了迦南地的 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很特别的一个人 神特别的呼召他 那大概是在主前1700年 就到现在有3700年历史了 这个是大概在中国的夏商之间 是在这个时候 可能比这个还要 那么神就呼召了这个亚伯拉罕 神总共呼召他与他立约有五次 五次离他立约 那么这个约呢 写在创世纪的第12章 一开始神就说 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 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你也要名为大 你要让别人因你蒙福 为你祝福的 我就祝福他 为你咒诅的 我就咒诅他 然后呢 神告诉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 我们从这段经文 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 最重要的一段经文 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神简约了亚伯拉罕 神说我与你立约 我做你的神 你做我的子民 那我用永远的慈爱来爱你 你呢 只要你遵守我的律例和典章 就OK 我就祝福你千代 那么神不仅这个 神也给他土地 让他儿女像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亮的多 然后神让说 你像东南西北观看 凡你眼睛所看到的地方 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当亚伯拉罕领受这个制约的时候 亚伯拉罕是很尴尬的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没有儿女的 对不对 那么亚伯拉罕呢 就后来就跟夏甲 他妻子的这个 仆人就生了这个 这个以什玛利 那这以什玛利就是巴勒斯坦人的祖先 也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那么当 后来当他到一百岁的时候 他生了他的儿子以撒 这时候以什玛利十三岁 以撒呢是一岁 他俩差了十三年 那后来当然这个以什玛利跟以撒 他们这个为了争夺这个 这个继承权的问题 所以以什玛利离开了家 当然以什玛利虽然离开了家 神也祝福他了 神也祝福他了 神让以什玛利也有十二个儿子 那么其中呢 有一个叫尼拜约的 就是阿拉伯人 阿德男人的祖先 他的后裔也包括了伊斯兰教的先知 穆哈默德 所以从这个看到说 这个以什玛利是穆哈默德的祖先 当然亚伯拉罕汉也是他的祖先 那么以撒和雅各的后代 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上帝 给他很特别的一个应许 现在我们看到以什玛利的后代 和以撒的后代 他们签立了和平的条约 这很感谢神 感谢神 他们打了三千多年 他们打了三千多年 现在他们和好 我相信未来 这个以色列会跟更多的阿拉伯国家 来签署这个和平协议 他们会有外交关系 但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所以亚伯拉罕协议 和亚伯拉罕的这个支约 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三个宗教的鼻祖 可以说他是犹太教的鼻祖 他也是伊斯兰兰教的鼻祖 他也是基督教的鼻祖 那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基督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当你打开马太福音 一开始就说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你看很特别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了 感谢神 那所以呢 这个神要祝福亚伯拉罕 神对亚伯拉罕的约 随着以色列人被掳 他们漂泊在世界各地 是不是就没有了呢 不是的 神力的约是永不改变的约 神的慈爱是永远的慈爱 对不对 那么后来当主后七十年 这个主后七十年 罗马的将军叫提多 他就把耶路撒冷毁掉了 然后把耶路撒冷的圣殿 第二圣殿 我说第一圣殿是索罗门修的 第二圣殿是索罗巴伯修的 但是第二圣殿呢 在这个大西律手下把它扩大了 扩大到像索罗巴伯的十倍 索罗巴伯当时建的十倍 非常的恢弘 那是犹太人信仰的中心 那表示上帝同在的地方 当提多 他的士兵把第二圣殿毁了以后 那是主后七十年 犹太人就被掳到世界各地 那时候耶路撒冷被提多杀了110万人 还有七万多人被提多裸走 然后他们漂流到世界各地 后来到了二战的时候 被希特勒又杀了600万人 那他们胜的不多 后来他们就不断地回到了巴勒斯坦之地 那是这个 在这个 二战之后 巴勒斯坦之地是英国托管的 在那个时候 从奥斯曼帝国 打败了 拿回了以后 由英国来托管 所以英国 就决定 让以色列服国 就把这块巴勒斯坦地 52%给了以色列人 48%给了巴勒斯坦人 就是52%给了以萨的后代 雅各的后代 58% 42%给了这个阿拉伯人 就是以什玛利的后代 其实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那给了他们 结果这个战争就打起来了 连续五次中东战争 那阿拉伯人就要消灭以色列人 在他们建国的第一天 他们是什么时候建国的呢 1948年复国了 就复国了 原来在大魏 最早是在主前一千年 就在耶路撒冷定都 就是以色列的首都 主后一千零十五年 主前 sorry 主前 before Christ 主前一千零 一千一百五十年 一千零一十五年 就在这个 耶路撒冷建都 所以耶路撒冷自古以来 就是以色列的首都 那么 他们被漂泊在世界各地 两千多年 终于又回来了 但是耶路撒冷并没有给以色列 当然也没有给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为了防止 他们这个两兄弟打仗啊 就把这耶路撒冷呢 给英国来托管 联合国 由联合国来托管 所以以色列人有一部分住在那里 巴勒斯坦人有一部分住在那里 那后来 当1948年 5月14号 以色列建国的第一天 打开香槟 香槟酒的末刚刚落下 第二天清晨 阿拉伯联军 十几万人就向以色列 这个包围过来 就想把以色列从地形上消灭 那么这个 这个是不对的啊 这个你关于土地争执 你可以啊 这个上诉 可以谈判 但你要把以色列这个民族消灭 那这就 这就有点像这个 撒旦的 这个 这个 轨迹一样 啊 所以呢 就像以色列时候 啊 那时候那个 那个哈曼一样 就是要把以色列这个民族 除掉 那上帝怎么能可能呢 上帝不会让的 所以上帝来 帮助以色列人 打赢这场战争 那是真的是上帝的同在啊 以色列那个时候跟你讲 没有军队 他回来的多少 只有六十万人 在那个地区 阿拉伯那就 那就是上亿人了 阿拉伯 这些国家加一起 对不对 怎么打得过他呢 对不对 他没有军队 我看到一个资料 就只有一辆坦克 还没有炮 有四辆大 四门大炮 是一战时期的 你看二战结束 他一战时期的 修一修 拉到前线去了 然后呢 全国只有三万多支步枪 三万多支步枪 所以就组织了三万多人的民兵 民兵 就对抗十几万的大军 是他这个五倍的军力 人家有几百辆的躺着 还有飞机 那他啥都没有 他有几个民航机 有那么几架破飞机 加上民航机 那民航机能干嘛呀 飞起来把门开往下扔手榴弹嘛 就是迷航机 你知道吗 可是这场战争打了半年呢 大家知道 他竟然打赢了 而且这场战争使他 占领了巴勒斯坦的80%的土地 过去他分了52% 现在更多了 80% 那等到第二次战争 第三次战争的时候 那是以色列的突袭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 和这个阿拉伯国家 发生战争之前 那是阿拉伯特 这个 不是 萨达特 萨达特在这个埃及的总理 萨达特 总统萨达特 在做联军司令的时候 还没等开战呢 以色列就新发之人 那是以色列已经有200多架飞机了 然后他们这200多架飞机就起飞 分四轮轰炸 就在短短的六个小时之内 阿拉伯国家所有的空军90%瘫痪 95%瘫痪 就是这个埃及有336架飞机被炸毁 整个埃及的空军全军覆没 然后叙利亚有60架飞机被炸毁 然后还有这个黎巴勒有1架飞机被炸毁 伊拉克有27架飞机被炸毁 所以他所有的阿拉伯的空军全部瘫痪了 以色列那个时候一下就把巴勒斯坦地区90%多拿到了手 那一场战争 以色列完全把伊路撒冷拿下来 所以这一年就因为伊路撒冷土地不断地谈判 不断地谈判 不断地谈判 后来以色列就要用土地换和平 就是把土地让给巴勒斯坦一些 巴勒斯坦那场战争以后 巴勒斯坦就100万的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变成了第一批的中东地区的难民 所以后来就这样谈判 现在我们看到了 以色列跟阿拉伯最重要的国家 最富有的国家 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阿拉伯大公国达成了和平协议 然后呢 以后会再跟沙特阿拉伯达成和平协议 我们知道这个中东的和平就会出现 我们看到 所以上帝祝福了以色列人 那我们到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该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知道当圣经当耶稣来了以后 我们得救是不是靠着祖宗的律法 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实际下的宝血 实际下的救恩来得救 那以色列人该怎么办呢 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 以色列人是个得救的 我们来看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来看第一点 我们看第一点 当我们在第一点中 我们看到这是这个神 这个怎么样来拣选以色列人 神怎么样拣选以色列人 感谢神的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我们来看第一节的经文 四位天使和四方的风 我们看第一节 此后 约翰说 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 执掌地上四面的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 这也出现了四个天使 这四位天使是在地的四角 来阻挡这个风 这个风呢就是灾难 风就是审判的来临 就是灾难 这个风就是灾难 那么是代表上帝毁坏 这个地上的工具 这个风 那么 这四个天使在掌管 他们要把这个风放开 那很惨了 你想那种大风 可不是我们能见的飓风 那可能海就得冲到 都冲到陆地 那人就像树叶一样的被吹走 所以这个审判要开始的时候 这也就是第七印要打开的时候 神又派了一位天使 第五位天使 大家看啊 第五位天使 那么第二节说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跟前四个天使是不一样的 从日出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就像 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个天使 大声地喊说 地与海 第三节 并树木 你们不可以伤害 等我们印了我们神的众仆人的鹅 好了 当这四个天使要打开这个地极的时候 让风吹来的时候 审判要来临的时候 又有一位天使 他把这个事情叫停了 说等一等 为什么要等呢 他要把属于他的人 要给他们盖印 要把这印 扼在 印在他们的额头上 那这个 这个天使是 从日出之地 就从东方来的 他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手里拿着印 这个印 就盖在那些得救的人身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印呢 不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受洗证书 所以你得不得救 不在于那个受洗证书 很多人来到美国 来到教会 非得要教会一个受洗证书 因为这又可以办身份 又可以做什么 如果你没有真信耶稣 那个第五位天使那个印 他不会盖在你的额头上 那你就麻烦了 大风一来 你就被吹飘 就像那个 康辟一样 被吹到大海里去了 这个里面 就是这条审判的问题 所以呢 什么人能盖这个印呢 圣经人说 这个 这个要盖印的人呢 包括了两种人 一种是以色列的 十四万四千人 这今天我们知道 以色列要得救的 有以后 那么还有呢 万国万民万族万方 招来的穿白衣的 在大患难中走出来的 得胜的人 这两种人 这两种选民 两种选民 一个是以色列人 一个是我们外邦人 那么看到这个盟拣选的 以色列人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第一点啊 盟拣选的以色列人 他们是 十四万四千人 十四万四千人 我们 这段我们要看一段的经文 我们从第四节 我们看到第八节 第四节第八节 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 受印的数目是十四万四千人 约翰首先说了 是十四万四千人 那是他不是数的 他是听见的 谁说的呢 一定是天使说的 或者是那个长老说的 他是听见的 听见的人数是十四万四千人 那么这十四万四千人呢 是十二个支派 每个支派是一万二千人 一万二千人 这很特别啊 十四万的原文是 十二个十二千 十二千就是十四万 这表示一个完整的数字 这个十四万四千人 要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的 这个以色列人 不是不信耶稣的 也不是逼迫耶稣的 实在这时候 他们悔改信了耶稣基督 他们要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的人 很感谢神 他们得救的数字 写得很清楚 那么这个数字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 这里边有几点 我们要看到 首先我们看 这个神呢 拣选这十四万四千人 第一个 为什么是十四万四千人 这十四万四千人 有的人说 是预表着真以色列人 真基督教会 有的人说是 这十四万就是以色列人 有的人说 这十四万四千人 不仅是十四万四千人 是未来更多的 指那些得救的人 因为十四万四千 十四万 它是表示一个完整的数字 就十二个十二千 是表示一个完整的数字 就是未来以色列会得救的 这个我们相信以色列会得救 那么这里边有第二个特点 就是为什么 这十二个 十四万 虽然没有但这个支派 也没有依法莲这个支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了解了 你看这里边 首先 犹大支派 受印的有一万二千人 犹大支派 为什么在第一个呢 这个雅各的长子 是刘辩呢 不是犹大 犹大是 雅各的第四个儿子 那为什么他在 第一个 因为耶稣基督 是犹大的后裔 耶稣基督是犹大 你看这个犹大 你看这个犹大 这个和他马士 生了 以法 生了这个谢拉 他们这个哥俩 对不对 那么这些哥俩呢 往下升升升升升升到大卫 大卫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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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约瑟 然后升升升升升到 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这些很特别 这个 以法连 这个支派 也没有得救的原因 和但没有得救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犯了错 但呢 这个犯了什么错呢 但呢 是得罪了自己的父亲 所以呢 他不能够 这个在这个得救的人数里边 那这个 这个以法连呢 他是因为办了偶像 他不能在 这个里边 所以呢 但就由马达西来代替了 那以法连呢 就由约瑟来代替了 这么很特别啊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两个支派是没有了 那这个 但是由 以法连 来取代 那么这个 但 但是以法连取代 马达西呢 由马达西取代 那以法连呢 就由 由约瑟 他的父亲的名字来取代 因为我们知道 约瑟那个时候 这个 雅各给了他两个支派 因为他的功劳 他 拯救了以色列一家 在埃及地 所以他有两个孩子 就以法连和马达西 马达西和以法连 那马达西呢 这个 这个 代替了 但这个支派 然后约瑟呢 从心 叫约瑟之派 其实就代替了以法连 代替了儿子 我们知道 这个是很特别的 那第三点 神 没有弃绝以色列 为什么 我们看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呢 在 罗马 书 我们知道 这个保罗 在罗马书里 讲到 神没有弃绝以色列 在罗马书的 第十一章 保罗说 我妾说 神弃绝了 他的百姓吗 这个百姓 就指以色列啊 他说 断乎没有 因为我也是 以色列人 亚伯拉罕的后裔 对不对 我是属 变亚敏之派的 神并没有 弃绝他 预先 所知道的百姓 你们 岂不晓得 经常 论到以色列 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 他在神面前 怎样控告 以色列人说 主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 寻所我的命 神就回话 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为自己留了 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好了 我们知道 这是 然后他就说 如今也是这样 第五节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就是余数 即日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 就不是恩典了 好 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看到很特别 所以神就拣选了 这个以色列人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 十四万四千人 好 那关于这十四万四千人 有三种说法 一种叫愚民神学 刚才保罗也讲了 这是剩下的愚民 那就是当世界 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 他又拯救整个的世界 但是由于人类太败坏了 所以神就像修剪术一样 把这些不结果子的修剪掉 我们知道这个 在挪亚那个时候 人类败坏了 神就造了挪亚方舟 挪亚方舟拯救了这个八口 这八口人叫渔民 就当时剩下的最后的渔民 不管洪水泛滥 洪水多大 神的渔民呢 没有危险 因为在挪亚方舟里边 这就预表我们今天 今天就是 不管这世界风来了 这个天使打开 这个审判的风吹过来了 或者是这个地上 发生了地震 洪灾 还有这个最后的审判 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犹太人 有一部分人 渔民会得救的 就像保罗所说的 这就像在同一个橄榄枝上 但是有接上其他枝子的 就我们这外邦人 也是算 这个 也是接在橄榄枝上的 也是接在橄榄枝上的 所以呢 犹太人并没有被否定 也并没有被外邦的教会取代 那他们呢 也是枝子 所以罗马书这么说 若有几只枝子被折下来 你这野枝子被接在其中 一同叠着橄榄枝的肥枝 你就不可以像旧枝子夸口 旧枝子就指以色列 那我们后接的 指的就是我们外邦的基督徒 他若是夸口呢 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 乃是根拖着你 这是保罗 在罗马书第十一章 第十七到十八节所讲的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 保罗呢 在罗马书专门用了三章来讲以色列 就是罗马书的第九章 第十章第十一章 这三章是专门讲神的选民的 如果大家你要想了解以色列 你来读一读 这段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是一个叫愚民神学 我们管他说 这个十四万四千人 有一种愚民神学的说法 第二个叫分离神学 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上帝对犹太人还是有恩典的 对我们也有恩典 这是不一样 那上帝在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带领 为什么呢 我们 所以这个人类历史 有两座山 可以分三部分 第一个山就叫做西乃山 那第二个呢 就叫做加略山 在西乃山之前 以亚伯拉罕为代表 那是属于律法时代 当耶稣十字架为我们死了 这个叫恩典时代 是加略山以后的事情 那么这个是叫分离神学 就是在恩典时代的人 我们被称为真以色列人 真以色列人 所以讲来上帝在千几年的时候 会给地上的以色列人恩典 那就是在十二个支派中 每个支派有一万两千人被拯救 那分离神学家认为 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 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公民 正在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像提萨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的 当大灾难来之前 我们已经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那这个叫灾前被提论 这个也叫时代主义 这个叫分离神学 就关于这十二个选 十二万四千人 那么第三点取代神学 这个取代神学就是说 教会取代了以色列 这十四万四千人 不是以色列人 是真得救的 真教会的人 这个就不是以色列人了 这个他是这样一种说法 那我们知道这三点的各有圣经根据 那第三点主要是加尔文和马丁鲁德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第一种愚民观点是比较对的 就是神没有忘记以色列 神会拯救这十四万四千人 二千人就是以色列人 为什么呢 因为约翰讲的很清楚 他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否则他不会说的 他会说那就是普世的教会 这没有关于 他或者说那就是以福佐 圣美拿 别加摩 推亚推拉 萨迪 非拉铁非 劳底加 他会说 他没有 他就说这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神没有忘记他们 神拣选了他们 所以这十二支派会得救的 所以我们要常常以色列祷告弟兄姊妹 那以色列 我们看到以色列 他们这个 当川普总统上台以后 这个以色列就开始被美国重视 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 他们郁闷了很长时间 那这个川普总统上任 就把以色列的首都 从特拉威夫挪到了耶路撒冷 那时候全世界都惊呼啊 美国的政治家都是这麻烦大了 这肯定这个第三次大战要打起来的 当然我们到现在看也没有打起来 因为有神在做主 洪水犯了耶和华作者为王 我们看以色列终于他们的首都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三千多年 耶路撒冷他们建都从大魏 从西部伦搬到耶路撒冷建都到现在 重新又成为耶路撒冷首都 所以我们眼光看耶路撒冷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 以色列人真的是多灾多难的民族啊 所以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上帝的雕琢 上帝的管教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上帝的恩典 上帝一定有恩典给以色列人的 他们不仅讲来于 这个阿拉伯人会和好 他们也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的 所以一批人要得救的 十二十四万四千人是不是就是十四万四千人的数字呢 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多少 对不对 那时候以色列人才几百万 两三百万 以色列人就十四万四千人得救 大概我想是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以色列人会得救的 这是感谢神 感谢神 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 给他们求平安 感谢主 那我们看到第二点蒙拣选的外邦人 我们看启示录 我们来看第七章的九到十二节 这段经文也特别的重要 九到十二节 看到他们是蒙拣选的 蒙拣选的这个外邦人 这个这也是很特别 我们看到 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知道 第十三节怎么说 我们看到 我们先看从第九节吧 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七章第九节 第九节是这样说的 说呢 我们 此后 当这个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为主做见证 他们头上有了印记之后 又 有一批人 就在这之后 这批人谁呢 我观看 就有许多的人 这个就不是十四万四千人 就许多的人 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输得过来 刚才我们有数字 现在没有数字了 这个 没有人能输得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你看到这个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 各国各族各民各方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外邦人嘛 哪国家都有嘛 不是不仅以色列人了嘛 那我们是得救的人嘛 对不对 我们得救的人 这些人的特点 第二点 是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来敬拜 你看他们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来敬拜 这是第二点 这很特别 感谢主 那么身穿白衣 为什么身穿白衣呢 这个 这个仲天使和长老和他们 一起来敬拜 一起来敬拜 身穿白衣 这个白衣是指得救的人 是指得救的人 我们从第三十三节看 长老中有人问我说 这些身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那长老能不知道 他是知道 他问约翰 他是知道的 他来问约翰 这叫摄文句 那约翰就说 主啊 你知道 你知道 那长老就告诉他了 说这些人怎么来的呢 那长老就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来的 你看他们是蒙拣选的 然后呢 他们蒙拣选 他们 我们看到第十节和十二节 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就来敬拜我们的神 敬拜 我们看到十节怎么说 他们大声喊着说 愿旧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于高阳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 并似活物的周围 这里边出现了似活物 然后又出现了众长老 我们知道似活物是四个特别的天使 像基督博一样 就在这个约柜旁边的基督博一样 他在神的宝座的四周飞翔 然后他有六个翅膀 然后他不断的歌唱 不断的歌唱 二十四小时的赞美 说圣哉圣哉圣哉 就来赞美 这四活物 一个长得像狮子 一个长得像狮子 一个长得像人 牛 一个长得像人 一个长得像鹰 一个长得像鹰 所以这个四个活物 感谢神 那这个四个活物和众天使 还有众长老一起来敬拜 他们说了七个 这个敬拜 说了神的权能有七个 送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尊贵 权柄 大力 他们来赞美神 赞美神的七个属性 感谢主 这其实表示完全的意思 我们也知道表示完全的意思 好 感谢主 我们来看第三点 蒙拣选的得胜者 那么我们看到这两种选民出现了 第一批十四万四千人以色列人 然后呢 就是这个各族各民各方 各来的人 我们知道感谢神 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外邦人 是数不过来的 那得救人很多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是这个得救 是完全靠上帝的印记 得救的 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 所以那四个天使 挡住了四处的风 然后有第五个天使拿着印 就盖在鹅上 为什么盖在鹅上 鹅是我们的思想 鹅是我们思想的地方 鹅是人最重要的地方 也是能给别人看的地方 所以我们鹅上有印 那我们就在大灾难中 我们可以安然的度过 如果鹅上没有印 就在大灾难中 就灭亡了 这个就很可怕 所以我们要有神的印啊 所以我们看到蒙拣选的 是什么样的人 是得胜的人 首先在第十三节 到第十七节 我们看到 先看第十三节吧 第十三节 长老中有一个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从哪里来 我对他说 我主你知道 长老就向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我们首先看到 穿白衣的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大患难 这个大患难原文有贯词 那个大患难 是指特定的患难 这个患难呢 就指末日的患难 这个是末日的患难 那么他们从那里出来了 是神所把他们分别出来的 拣选出来的 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我们也感谢神啊 好 那这些人出来以后 他们做什么呢 你看他们从大患难出来 他们有几个特点啊 第一个 他们是被羔羊的血洗净的 羔羊的血洗净的 在十四节说 这些从大患难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这个衣裳 表示我们 这个披戴了基督 我们穿着洁白的衣裳 我们的罪得赦免 表示神的保血 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人 你看 这羔羊的血洗净的 然后呢 在宝座前 第三点 我们在宝座前侍奉的 他们得救了 从大患难里出来 他们就站在宝座前 昼夜的在殿里侍奉神 就是我们就在那 所以人的最终的目的是 荣耀神是侍奉他 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不侍奉主 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就失业了 我们就不会侍奉 所以我们要学习侍奉 那个你可以一直到宝座前 神的救恩的最终的目的是 让我们来侍奉他 来我们侍奉他 这个侍奉呢 也叫敬拜 叫Worship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保罗那个侍奉 就是Worship 就是敬拜他 就敬拜他 就在宝座前的敬拜 所以呢 我们感谢神 如果我们今天不甘心乐意的侍奉神 不可慕神的同在 那有一天我们就比较麻烦 我们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这个要侍奉他 感谢主 所以那圣经又接着告诉我们说 我们侍奉他呢 我们侍奉他的人呢 就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 这些人呢 他们在神的殿前 我们看第15节 所以呢 他们在神宝座前面 昼夜的在殿中侍奉他 做宝座的 就是我们的神 要用帐木复辟他们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 日头和炎热都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他们 感谢主 你看哈 他们这个这个特点啊 从大欢南出来 被羔羊血洗净 在宝座前侍奉 然后呢 这个不再饥不再渴 表示我们灵里得到充分的满足 因为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 主耶稣在诸鹏节的那一天 就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就永远的不渴 我们永远的不饿 我们就活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来 在天上未来也像祝鹏节一样啊 神用他的帐幕来复辟我们 所以有神的帐幕的复辟 日头就不会伤害我们 月亮也不会伤害我们 那我们一切的苦难都成为过去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 我们得到一切都是新的 一次新的 因为我们第四点是被羔羊所牧养的 羔羊牧养就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牧者 他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必不做缺乏 是他来牧养我们每一位 有一天到天上 我就失业了 我就不要牧养你们了 我就跟你们一起敬拜 侍奉就OK了 所以是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亲自的牧养我们 他的牧养我们 因为他会领我们到生命的泉源 领我们到生命的泉源 所以我们要得生命的泉源 然后呢 他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不管我们今天在地上经历了什么 不管我们是疾病啊 我们是患难啊 我们或者是被人伤害啊 这个或者是那些殉道的被杀呀 神都会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 在主的爱里边 我们讨神的喜悦 神会说忠心良善的孩子 和我一同来作息 你和我 我和你 我们一同来作息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当然我们也是以色列人 我们是真以色列人 可是那些得救的愚民 以色列人 上帝会祝福他们的 因为保罗在罗马书 如果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 讲到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我今天读给大家 大家来看啊 第九章从第一节 我们来看到 第五节 保罗说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并不谎言 以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给我做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的伤痛 为我的弟兄 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保罗说 他们是以色列人 那儿子的名分 荣耀 诸约 律法 礼仪 应许 都是他们的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生诵的 阿们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知道保罗那个爱同胞的心 我们也看到说 耶稣也是以色列人的后裔 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由于神的名分 儿子的名分 有荣耀 有诸约 有律法 有礼仪 有应许 都是他们的 那么感谢神 所以我相信神会祝福以色列人 那么在第七印打开之前 神没有忘记他的 那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又在主的里面得救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啊 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祷告的时候 我们为以色列来求平安 为以色列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为以色列祷告 求你来祝福以色列人 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主啊 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 能够跟随主耶稣基督 知道天上地下 没有赐亚别的名 可以靠着他救 唯有主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也祝福我们这些 从万国万族 万民万方招来的人 哈利路亚 求你来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 让我们都靠着你的恩典得救 我不知道这里 有没有目到朋友 你还没有信耶稣 如果你愿意信耶稣 请你写上一 你在留言部里写一 我们为你祷告 如果你愿意侍奉主 来兴起来为主大发热心 你写七 为你祷告 上帝必须与你同在 好 感谢神 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 愿上帝祝福大家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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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으로 hearts